翠绿的山水,野生的动物 这里是位在嘉义台南的增稳水库 增稳水库是台湾水面面积最大 更是全台容量最大的水库 在这群山环绕的水库中 住一群娇贵的动物 那就是野生的山猪们 为何要形容他们娇贵呢? 因为他们可不是无时无刻都出现 他们只听世界三大南高音 怕滑落地的经典歌剧 公主夜未眠才会出来见人 是相当有品味的山猪 前往山猪岛需要搭乘游艇 在搭乘游艇之前 民众必须先走下一段 300多阶的阶梯乘船 搭上船后我们就即将出发前往山猪岛 在行驶的过程中 浏览员会一一介绍增稳水库 相关知识以及生态环境 民众可以坐在游艇后方或是中间船舱位置 如果想体验乘风破浪也可以选择船头做搭乘 小朋友需要大人陪同 远看一座小岛上有着黑黑的影子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山猪们啦 这时船上会开始播放经典歌剧《公主夜未年》 游艇缓缓驶入岸边 岛上的山猪们开始蠢蠢欲动 移动到岸边与民众走近日离的拍照互动 这群山猪是当地纯野生种 就坐落在山区四处为师为家 游艇公司表示 过去曾试过很多方式来吸引山猪们 有播放过《赌神》系列周润发的出场音乐 也有电影热舞 古典音乐等等 但就唯独对《踏华落地》的经典歌剧《公主夜未免前有独钟》 真的是很高尚又有品味的山猪们 离开山猪岛后 则是前往下一站钓鱼平台 滋文水库内有许多丰富的鱼种 在这里导览员会先教大家如何钓鱼 民众在听完解说后 就可以自己下去体验钓鱼的乐趣 当民众捕捉到的鱼 会先用桶子将鱼群收集起来 等会会一并再丢回水中 在钓鱼的步骤中 你会看见许多老鹰在空中盘旋 它们也是等待捕捉猎物的时刻 当民众捕捉上来的鱼全部一洒水 这时你会看到大批的老鹰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俯充直下瞬间抓鱼 可以说是很近距离观赏老鹰觅食秀 也成为小鸟人士爱拍照的景点 还蛮特别的经验 然后两个小时这样搭配就是很丰富 对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卫生只很好玩 只好想再玩卫生只 整个行程结束后 游客可以到码头上方的观景楼 去欣赏360度增稳水库的风光美景 这里有提供一些轻食餐点 咖啡供民众休憩 这么丰富又充满自然生态的行程 可以说是最佳户外教学 其实这就是 cav性的轻食秀 就是这两个小时不停放在这种方程 咖啡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